同学们好,我是丰台区丰台第一小学的乔老师,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学习今天的内容。 我们要学习的是图形与位置复习1的内容。 课前,同学们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整理,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学们的整理情况吧。 我们先来看看乐乐同学的书里。 图形与位置主要包含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, 确定物体的位置和描述简单的路线图三部分内容。 可以用上下、左右、前后六个方位词, 东、南、西、北和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八个方向来描述物体的位置。 确定物体位置有两种方法。 一种是用方向和距离确定位置。 这种方法要先确定观测点, 然后以观测点为中心, 判断背侧物体所在方向。 再判断观测点与背侧物体之间的距离, 二者结合就能确定位置了。 另一种是用竖对确定位置, 是指在方格纸上用竖对描述物体所在的列与行。 第一个竖表示物体所在的列, 第二个竖表示物体所在的行。 如物体在第四列第六行, 就可以用竖对四、六表示。 描述简单的路线图是指根据给定的方向和比例尺, 会描述两点之间的路线。 同学们,乐乐用文字的方式比较全面地整理了图形与位置的内容。 我们再来看看勤勤的整理吧。 这是勤勤整理的确定物体位置的两种方法。 一种方法是用方向和距离确定位置。 他发现方向和距离两个信息缺一不可。 一种是用竖对确定位置, 需要明确第几列、第几行。 列与行这两个数据是缺一不可的。 他还发现了这两种方法的相同之处, 是都需要两个信息才能确定位置, 都需要有参照点。 勤勤同学抓住重点内容进行比较, 有了新的发现,真好。 我们再来看看强强同学用图示法整理的作品吧。 这是强强用连环画的方式整理的情况。 他画了四幅图。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幅图。 停车场停了两辆车站在黄车的位置看红车, 就可以说红车在黄车的前面, 停车场入口在黄车的右面。 用前、后、左右就可以表达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了。 这是第二幅图。 如果确定了方向, 就可以这样介绍它们的位置。 东、南、西、北这四个方向是统一的规定。 由此,又可以确定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。 有了这八个方向, 我们在描述物体位置的时候就更准确了。 我们再来看看强强画的第三幅图。 红车在黄车的正北方向。 两车之间的距离大约有八米。 黄车在停车场入口正西方向大约15米的位置。 红车在停车场入口西北方向大约20米的位置。 强强用方向和距离描述了两辆车之间的位置关系, 以及这两辆车和入口之间的位置关系。 同学们,你有没有感觉到, 这幅图比第二幅图描述的位置更准确一些了呢? 第二幅图只说了方向, 只表达了红车在黄车的正北方向。 第三幅图增加了距离, 对位置的描述就更准确了。 我们再来看看强强画的第四幅图。 听听强强的介绍。 强强说, 我用简笔画勾勒勒出了这几种小动物的形象。 我用它们来展现, 用竖对确定位置的方法。 大家看, 这三个小动物在第一列, 这四个小动物在第一行。 我们可以用竖对二二来确定小猪的位置。 可以用竖对四三来描述小兔子所在的位置。 这里面的每一个小动物的位置, 都可以用一个竖对来确定。 每一个竖对也只能表达一个小动物所在的位置。 由此可见, 竖对是一种能够准确描述物体所在位置的方法。 强强同学用画图的方法, 以连关画的方式直观地回顾了我们学习过的图形与位置的主要内容。 下面咱们一起来解决两个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吧。 请同学们先仔细看图再填一填。 我们来看看秦庆的解答吧。 侯山在快餐店的正南方向距离是240米。 相房在快餐店的东北方向距离是320米。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。 这是阳光小学的平面图。 请你选择两个建筑物, 用竖对表示它们的位置, 在你的任务单上写一写。 好了,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几个建筑物的位置吧。 这是用竖对表达它们所在的位置。 同学们, 观察这些竖对, 你有什么发现吗? 乐乐说她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。 操场和实验楼在同一列上, 它们的竖对中第一个竖相同, 也就是说竖对中第一个竖相同的时候, 它们就在同一列上。 游泳馆和图书馆在同一行, 它们的竖对中第二个竖相同。 表示实验楼位置的竖对, 列与行上的竖相同。 表示游泳馆位置的竖对, 也是两个相同的竖。 它们的位置都在这条斜线上。 解决了这两个问题, 你对用方向与距离确定位置, 和用竖对确定位置, 又有了哪些新的思考呢? 我们一起来听听佳佳的想法吧。 佳佳说, 在平面图上, 无论哪种确定位置的方法, 竖准确地表达了这个物体在平面图中的位置, 行直观地展示了物体在平面图中的位置。 像这样, 竖形结合既准确又直观。 屏幕前的同学们, 六年的小学生活即将结束了。 前面的复习中, 我们绘制了校园平面图, 用平面图的方式表现了我们学习生活了六年的校园。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学校吧。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见证了同学们的成长。 这是我们校园里的三个景观。 这个景观是松颖爱意。 这个景观是蝶舞竞肃。 这个景观是一海流连。 如果用点在图上表示景观的位置, 同学们可以画出怎样的平面图呢?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, 同学们绘制的这部分的平面图。 看看同学们怎样用数学的眼光来发现, 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这三个景观位置的。 这是墙墙绘制的平面图。 屏幕前的同学们, 你能根据图上的信息介绍这三个景观的位置吗? 秦倩是这样说的。 首先有了方向标。 我就确定了八个方向。 以蝶舞竞肃为观测点。 松颖爱意在它的正北方向。 一海流连在它的正西方向。 松颖爱意在一海流连的东北方向。 一海流连在松颖爱意的西南方向。 有了确定的方向。 我们就可以用八个方向词来描述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了。 两个景观的位置没变。 为什么一会儿用东北, 一会儿用西南来描述呢? 对于这个问题, 你们又是怎样思考的呢? 佳佳说, 景观的位置虽然没有发生变化, 但是参照点变了, 描述相对位置的方向就跟着变了, 所以对它们位置的描述就不一样了。 同学们, 这个景观是露鸣玉秀。 它的位置在迭武竞速的东北方向, 在松颖爱意的东南方向。 屏幕前的同学们, 你觉得露鸣玉秀的位置可能在哪儿呢? 可能在这儿吗? 不可能。 可能在这儿吗? 也不可能。 可能在这儿吗? 对了, 这儿就是露鸣玉秀的位置。 同学们, 你能用方向与距离介绍一下这四个景观的位置吗? 在任务单上写一写, 算一算吧。 我们一起来看看秦沁怎么介绍的。 秦沁说, 义海榴莲在迭武竞速正西方向30米, 鹿鸣玉秀在它东北方向大约22米, 松颖爱意在它正北方向20米。 同学们, 用方向和距离来介绍这三个景观的位置, 比刚才只有方向表达准确了。 同学们, 这是我们学校的景观玉兰心远。 这个景观是清风竹影, 又多了两个景观, 我们把它们放到方格纸上, 现在你能用竖对描述出它们所在的位置了吗? 玉兰心远在第四列第七行, 可以用竖对四七来表示它所在的位置。 清风竹影在第六列第二行, 可以用竖对六二来表示它的位置。 同学们, 请你再任选两个景观, 用竖对表示出所在的位置, 在任务单上写一写。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几个景观的位置用哪些竖对来表达。 这是乐乐用竖对表达的四个景观的位置, 跟你用竖对表达的结果一样吗? 如果一样就给自己点个赞吧。 我们看, 嘉嘉画出了方格图, 以左下角为零点, 表示出了列和行, 叠五竖数就在第八列, 第四行, 用竖对八四表示, 松颖爱意用竖对八六表示, 一海榴莲用竖对五四表示。 这三个竖对既表示出了三个景观的位置, 也表示出了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。 屏幕前的同学们, 虽然你没有走进过我们的校园, 但是通过三名同学的介绍, 我想你对我们学校的校园景观有了一定的了解。 现在请你设计一条校园景观的参观路线, 在任务单上画一画, 写一写。 下面我们一起看看秦庆给我们设计的参观路线图。 我们一起沿着秦庆设计的路线走一走, 从陆明玉秀出发向西北方向走大约二十二米到达松颖爱意, 再向西北方向走大约四十一米到达玉兰新远, 从玉兰新远向东南方向走大约三十二米到一海榴莲, 再向正东方向走大约三十二米到达迭五竞速, 最后向西南方向走大约二十八米到清风竹影。 同学们, 校园六景的每一个景观都可以作为参观路线的起点。 同学们只要按照一定的顺序, 表达清楚景观之间的方向与距离就可以设计出参观路线了。 同学们, 这个图片熟悉吗? 这就是校园里应用图形与位置的一个例子, 是便于一年级小朋友上操找准位置的标记。 它相当于我们数学课上的方格图。 每一个点都确定了一个位置, 只要小朋友脚下踩点, 就能保证站成的对列整齐了。 屏幕前的同学们, 这是一年级二班上操的对列, 勤勤的位置用竖对怎样表示呢? 对了, 可以用竖对二五来表示。 这时, 一年级一班排着两队, 站在了一年级二班的左边。 这个小朋友的位置怎样用竖对表示呢? 对, 用竖对二五表示。 怎么两个同学的位置都用二五来表示呢? 因为他们是相对于自己班的第一列的小排头来说的。 现在, 一年级两个班的同学, 站到了同一个场地上了。 怎样才能用不重复的数对表示他们的位置呢? 一年级两个班站在了同一个场地上。 要区分每一个同学的位置, 就要用同一个排头兵做参照点, 这样同学们的位置就不会重复了。 对于这个排头兵来说, 秦庆的位置就变成了第四列第五行, 用竖对四五表示。 同一张方格纸上应该用同一张方格纸上应该用同一个参照点,才不会出现重复的数对。 为什么这个五始终没变呢? 为什么这个五始终没变呢? 然后,秦庆变化的是所在的列数。 第五行仍然没变,所以这个五不变。 同学们,你们有没有发现,一个点只能占一个小朋友,一个点就只能对应一个数对。 不同的小朋友站在不同的点上,就要用不同的数对来表示。 同学们,一节课的学习即将结束了,通过这节课的复习,您有哪些收获呢?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几名同学的收获吧。 乐乐说,她回顾了图形与位置的内容。 知道了平面上确定位置的时候,一是需要参照物。 参照物确定之后,需要两个数据来确定位置。 一种方法是用列与行来确定,另一种方法是用方向和距离来确定。 秦庆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不同方式整理,弄清了确定位置方法之间的联系。 这些确定位置的方法都需要参照点,都需要两个信息表示位置。 方向与位置是用两点间的方向与直线距离确定位置。 竖对是用被观测点在横纵轴上与参考点的距离确定位置的。 同学们,随着学到的知识越来越多,我们描述物体位置的方法越来越丰富。 遇到具体的问题,我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适当的方法来描述它的位置。 这节课,我们的作业是数学书91页第一题。 第二题,想一想生活中有哪些运用图形与位置的例子, 并试着对表示位置的不同方法提出问题。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。同学们,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